那我們今天主要的標的物就是Webduno Bit Webbit這個開發板 我先問一下,請問有老師你有玩過這個開發板嗎? Webduno 老師其他有幾個開發板也許都有用過 像Smart開發板 我有幾個老師有見過面 所以應該有比較多老師可能Webduno玩過 那Webbit的話呢 其實他也是蠻接近的 那最近其實Webduno 他這個bit大概推出三年 那最近還有一塊板子是叫做Web AI 我這邊有看一下 最近他有推出一個Web AI的部分 那為什麼特別稍微提一下 是因為以往來講的話 其實老師可能多多少少 有些老師都有接觸過Arduino的部分 好像Microbit 或者是Arduino的板子 那麼他當然還是比較強調 他原本開發方式就是以USB 或者藍牙的方式為主 當然還是可以跟網路做溝通 可是那不是他最原始的方式 那麼Webduno這一塊 以往我們都主要是因為 他都是透過網路連線 透過網路連線 那他本真就是透過HTML JavaScript來做 可是最近這個 Microbit 不是Microbit 就是Web AI這個 這個板子的話 他現在是可以支援Python MicroPython 也就是有點像Arduino那樣 就等於說我就 以往我們是沒有把它寫入到 所謂的開發板上 那現在這一塊板子是可以直接 寫入到它上面去 就變成跟Arduino一樣做底線了 這塊 最近這個是長得像這樣 老實有沒有感覺 跟你剛剛手上拿到那個有點像 但是它上面就是全彩的螢幕 就不像我們Microbit 或者是Webdunobit 它上面就是25顆燈 不一樣 那這個 價格比較高 這個其實如果你去買 看到那個其他 也有廠商推出類似的 也是 像這個定價要到2000 對於 國中小孩 負擔比較大一點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以往大家比較詬病 Webduno好像都一定要連上網路才夠用 但是現在它就可以獨立運作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在下面這邊 我們順便跟老師提到 他最近有增加這個 那當然其他的這個方式都一樣 不管你是Webduno的好處就是 不管你是一對一 一對多 甚至多對一 都是OK的 那也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因為呢 你可以透過 這個MQTT 這樣的通訊協定 我們可以很方便的 不只跟Webduno溝通 還可以跟網路上其他的裝置做過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老師手上的這個 這個開發板 好 其實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Microbit 感覺起來都一樣 感覺起來都一樣 因為賽子是一樣的 所以它 因為那個是公版 所以他們就是照這個 照那個 Microbit公版 來做一個設計 這樣子 所以其實前面這個 你有看到它總共有25顆燈 不過Microbit的燈是 是單色的 我印象都是單色的 對不對 這個是三色的 就是那個三色的 那另外呢 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裡面呢 它還有一個 在兩邊 這兩邊 有兩個光明電子 有兩個光明電子 然後兩顆暗影 這個等一下 我們下一張圖 後面有 就是它左右兩邊 各有一個光明電子 等於有兩個 因為它 其實跟Microbit的設計一樣 就是希望說 如果你可以不用外接 就不用插那些線 但是我們今天又買了這個 呵呵呵 對不對 就是延伸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這些東西還不夠 那你要延伸 如果你要透過這個金手指 那你要透過那個鱷魚夾 可是那個就是比較容易掉 而且相對 你要很精準的夾到這個 腳位比較難 所以 老師待會拿到的 你現在 這個板子老師拿到的嗎 還沒 這個跟Microbit 我如果沒有記錯 兩個是共同的 所以你如果老師有Microbit 你要延伸 這一塊也可以用 反正它就是把腳位 延伸下來 就變成什麼 杜方線 這樣我們要插比較方便 可以先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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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另外呢 它左右兩邊各有兩個按鈕 各有兩個按鈕 那這裡呢 因為有兩顆按鈕 所以它除了有 按A 按B 也可以 AB同時按 所以等於說它有三種按鈕狀況 就比我們平常多的一種 我們平常都有三種按鈕 就是按鈕 按鈕 好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溫度的感測器 那個位置是在它的下方 在這個板子的下面 另外一個 對 這個 中間這個 那個 這個什麼 金手指的中間這個洞的上面 它有一個就是溫度感測器 不過說真的 因為它溫度感測器 坐在板子上 所以會不會受到 板子溫度的影響 所以相對來講 它溫度通常會比我們正常溫度再高一些 所以 好處是你就不用另外外接 但是缺點就準度比較差 這個是它本身現在有的 另外呢它還有一個風明器 風明器在哪裡 在後面 在老師翻過來的後面這裡有一個風明器 小小的 小小的 我看一下我的是在 這裡 在這一邊 但是你這樣看不清楚 我們看這裡就好 來 在簡報的第九頁這裡 有沒有比較看得清楚 右手邊這邊 這裡有一個風明器 這個 這個是風明器 小小的 其實它現在包括像這個 WiPhone AI這塊板子 它沒有空間做風明器 所以我覺得這塊板子 我最不滿意的地方 是 它的風明器 是讓小小一個接出來的 那這個對 如果比較低 就是中低年級的同學來講 這個非常可怕 一定很快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 就是它是接腳是非常小的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小 有沒有 然後插到板子上 那這個 這個 就比較適合大專 或者高中 只 比較成熟的同學 哈哈 所以 就是中學一下子 可能就不太適合 那 所以呢 它這邊還有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風明器 另外 它還有跟我們手機一樣的 有九軸感測器 九軸感測器 那這個 我就覺得還蠻好用的 包括像 它上面 除了我們一般常有的 比如說晃動 翻轉 前後旋轉 它可以做什麼 電子樓盤 像我們導航的時候 不是有 你要分辨 這是哪一個方向 對不對 你可以像那個 做指南針 指北針 這樣子 它就可以直接用 所以 這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加速度 那個當然也有 那麼它的腳位的部分 因為它會接 接出來 透過這個 金手指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其實 跟Microbit一樣 它上面有很多腳位 是接出來的 那麼這邊呢 我們在第八頁 就把它整理一下 那老師知道說 其實有些腳位 已經 有它的這個 原件在使用 所以平常 如果你要外接 搭配我們 剛剛老師手上 拿到這個擴充板 你要外接的時候呢 你就要留意一下 有些已經有用走了 你就不要跟它做衝突 不然 兩個就會 打架 對不對 你要用我也要用 所以這個老師 稍微留意一下 那 詳細的那個板子的位置 您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簡報 第九頁上面 好 那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老師 對於這個它上面的感測器 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還好 對不對 那它的reset按鈕 在背面 就是這邊 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做reset 這邊有一個 在翻過來的背面 翻過來背面 有一個reset 小小的按鈕 因為有時候 尤其剛開始它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穩定性比較不夠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 其實如果老師您要使用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就是 因為它的金手指 這些金手指 是放在外面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 那個 就是 導電性比較佳 就是你手這樣去碰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會秀動 所以其實在官網上它有另外一個 就是幫它加一個壓克力 壓克力的那個盒子 讓你在哪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手去碰觸到 另外如果老師沒有 我現在想說 我就用3DD做一個 像我玩smart一樣 我就做一個 底座 這樣的話 用這個就比較方便 有時候你就不會不小心去碰到 它怕死 這樣就容易就覺得 奇怪為什麼不行 這個是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們 在Webdino官網上面 其實它擴充的套件還蠻多 剛剛提到那個壓克力板 就是在這邊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有組裝好的 也可以你自己組裝 那麼 像學校後來 他們現在有多買一個 那個就完整的擴充套件 其實呢 老師要不要買那個套件都沒關係 因為它的 這些原件 原則上都是跟 就是一般的 Microfit 或者Zipa Arduino 都是相通的 所以其實 如果你沒有用那麼多 那你就可以考慮 就是另外 另外個別買就好 雖然我是它官方講師 但是 他們 確實賣零件比較貴 反正你一定是買它的 這個沒有什麼話 但是零件就不一定 你一定是跟它買這樣子 好 OK 所以它當然也可以有 做成像這個 就是自走車 他們那個什麼 這個 Movecar 像這樣子一個 呈現方式 只是 我是沒有那麼 喜歡玩車子 因為裝上去之後 就不會再想拿下來 呵呵呵 所以呢 我通常就做其他的應用 那您可以看到 我們把那個擴充套件 裝進去之後 大概就是像這樣 不過您要留意一下 就是 它的那個 這個 Webbit板子 它的電壓輸出 只有到3.3 所以 如果您用的是 假設你要小電流 要驅動大電流 我們不是要用那個 計電器嗎 那你在買的時候 就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的是要5伏特的 才能夠驅動買 那所以你在買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一下 你要是3.3伏特可以驅動的那一種 不然的話 它就不行 所以像那個 四伏馬達 雖然它也可以 但是那個 因為電流比較小 所以它的轉動的速度 就相對會比較慢一點 相對比較慢 這個是我們 在用這塊板子的時候 有些小地方 可能要麻煩老師 是要留意一下